如果說你在意毛孔的話 X的效果就不錯了 X雷射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UP雷射它是一個非常銳利的雷射光刀 所以它對豆疤的效果有劃時代的一個改善 哈囉 各位Beauty美人圈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王曹菲醫師 今天要來為大家破解 醫美雷射的迷思 毛孔真的可以不見嗎 這個答案是錯的 臨床上很多水水門來門診的時候 都是希望弄成是一個水煮蛋一樣的肌膚 但是我們要明白一件事情 毛孔是我們皮膚正常生理的一部分 毛孔的下面是連接皮脂線 那皮脂線分泌油脂 那油脂出得來我們臉就會覺得比較光滑明亮 那但是當你真的沒有毛孔的時候 脂出不來反而會形成必鎖性的粉刺 沒有毛孔的肌膚 這個是一個不合理的期望 也不符合正常的皮膚生理 但是毛孔它可以透過正確的保養 讓它變得非常的小 皮膚變得非常的光滑 那四度的酸類 以及高科技的雷射或皮苗 可以有效的縮小毛孔 UP雷射最近非常的夯 那它也是一個化石帶的雷射 那很多水水會問這個主要是想要用它來縮毛孔 好 那我先跟各位講 沙雞不用用到牛刀 UP雷射是很銳利的一台雷射 它的玻射超超超超超超超1萬600 它主要的目的它是用來治療的 治療痘疤、凹疤、水痘疤以及蟹竹腫 它可以把下面不正常增生的纖維 不見血的把它打斷 所以它對痘疤的效果有劃時代的改善 它因為銳利 所以它束後紅的時間會拉長很長 所以一般我們會比較建議 如果說你在意毛孔的話 幾秒雷射的效果就不錯了 進膚雷射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你如果可以接受修復期的話 一般的一些飛縮雷射 也可以達到一個不錯的療效 答案是錯的 從一般的雷射到最近比較夯 比較流行的皮秒雷射 每一台不同的雷射 它意味著不同的波長或不同的品牌 要解決的是不同的問題 所以每個人的膚況是不盡相同 在打雷射之前 一定要跟醫生做好溝通跟諮詢 這個答案是錯的 通常很多都遇到敏感性肌膚 或九遭性膚質的人來 那第一步就是想要縮毛孔或除斑 我們有一個概念 正常的情況下 你的皮膚是可以去承受很多雷射的摧殘的 雷射它是一種破壞 它才有辦法有一種建設 或有一種改變 但是如果你的皮膚的基底不夠好的話 我會建議我們第一步先要養皮膚 皮膚的穩定性勝過一切 後續才有的做討論 那當然有些雷射它本身是用來治療敏感性肤質 改善敏感性肤質及九遭的 這一種是可以打的 說鳳凰電波它是一個很新的機器 很多的明星是名媛 屈之若霧 它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緊緻跟大家提呢是怎麼去判斷